自南韓教育部在10月宣布將修改歷史教科書制度以來 南韓公民組織及在野黨一直在進行抗議 南韓總理王教安對全國發表說 表示有必要通過歷史教科書清楚表明南韓及北韓的關係 而現行的歷史教科書是掩蓋了並淡化北韓入侵南韓的夜参 王教安表示國家不能再使用歪曲歷史的教科書來教育他們所珍愛的小孩 他們必須基於客觀的歷史認知及憲法的價值觀拿出正確的教科書 王教安還表示現行的審定民間教科書之類的政府管制措施是無效 因為很多的教師意識形態是阻傾而出版商則是經常不理會修正錯誤的指令 但是抗議者和王教安的看法是截然不同 南韓反對黨新民主政治聯盟領袖文潔英就是這樣 文潔英表示由國家出版歷史教科書 這個是納粹德國最先實行的制度 日本軍國主義政權以及南韓軍人獨裁政權都是這樣做 北韓也是實行同一套制度 南韓現任總統朴錦衛的父親朴正希是當年南韓軍人獨裁者之日 他在1961年通過軍事政變上台直到1979年被癡失 一直是統治南韓 有人將南韓的現代化以及工業化系歸功於他 同時也有人批評他是踐踏民主 在1971年發展開通日 內韓的時候 他會這樣做 非常十分之為 本年有來自原理的